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凤凰山的第一登山口 早期叫做八子南山 往61.2高地到71.4高地 我们今天不走这条 走左边这条望云山登山口 这里就是所谓的弯头巷 早年住着不少的退伍老士官 现在都搬走了 这里也不是眷村 这一块教练场地属于陆军官校的单兵工级教练场 已经成为居民住家的后花园 无策刀 军师 右边 左边这棵榕树长得非常漂亮 沿路上去就是战斗教练场 一路顺着山基沿线 可以到达61.2高地 现在铁门已经上锁 我们从这里上去 一路顺着山基沿线 山基沿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步道小径 非常的 路径明显 望云山 战斗教练场 标志牌 步兵训练指挥部 简称步训部 也就是以前的步兵学校 管理这块场地所做的公告 这块场地所做的公告 右手边 这个原来是一个迷彩的厕所 多年来都未使用 也未维修过 这一个 厚高 从明鸟叫 小径的环境 非常优美 前面就是大辽 前面就是大辽 有一个叫做天兵庙 就是散兵的一个庙 从山上可以过去 如果要开车 必须从对面那个洗车场 以及废弃物的收集中心 有一条小路可以开车 每一年 散兵和前辈跟同仁们 都会在这个天兵庙聚集 找机会 我会过去一趟 录个影 马上就到山顶了 马上就到山顶了 这里 是二十年前 整个凤凰山 第一个 富裕 树木跟树林 成功的地方 种的都是榕树 多亏 弯头像 的老农民 以及 第一登山口 八子栏山 旁边 侵占国有地 的百姓 自己 所辟鉴 浇水 后来那些百姓 都已经拆迁了 地 也归还军方跟国有地 早年的时候 此地 人山人海 一到下午时间 登山客 都走这一条路 反而 很少走凤凰山 最近几年 都与凤凰山 第一登山口 皇甫四村 以及大辽的第三登山口 进出 这个碉堡里面 原来放了很多的打扫工具 现在变成游民的居住所 这也是早年军方上课所构建的一个 掩体 已经变成危险建筑物 随时有崩塌的可能 这是当年 沿体 壕沟的路线 一个阵地 构造的方式 按着这个山头 做一个环形阵地的配备 也就是以前的一个单兵舞 及班防御工房的教练场 加上班工级 后面 就是拆掉的京东四村 有登山客过来了 都我的天天 武器 还是长官的地方 在下培沟 一扇 也有 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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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门 大人 船里 船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的路径非常的清楚 显见平日还是有不少的登山客 否则路径不会这么清楚 小小的上锅路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弯头像每一年遇到大雨 都会淹水 水利局在下面盖了一个积水区 于大雨的时候 水会先流到这个区域里面积水 然后好天天气好的时候 再慢慢排出去 自从这一个蓄水池盖好之后 关头像以及土地公庙那个方向 就没有再淹过水了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家的住家社区大楼 民国五十九年的时候 那里还是一片稻田 二十年前开发完毕 开始销售 换句话说 我也住了二十年了 年底部闪快乐 天下三十年了 icio人 告一旦 冰冷卻 喝不中 老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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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边这个台阶 一路下去 就是刚才封锁的那个铁门 原来都开放登山客通行的 而且有一段时间 凤凰山封闭 因为入武僧上客 指定走这一条路登山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又封闭了 这里的橡树林非常的漂亮 原来有山友在此地放了桌椅 柜子里面还锁了日常 在此地登山 烧茶以及打扫的用具 现在东西都清光了 已经没有了 因为前一段时间 疫情严重的时候 陆军官校跟部训部 在封山的两个月期间 将山友在此地烂建的登山休息区都拆迁完毕 军方做的没有错 因为满山遍野都是烂建的休息区 还有雨棚区 自己挖山 自己绝路 自己开墾 已经变成烂建 烂墾了 从这里上去 就是61.2高地 从这个树木研判 刚刚青岛没有多久 应该是山友志工 自己带电锯来 锯断之后 移到路边去 根正 整棵树已经倾斜 挡到路上 从这个锯痕看来 树木的状况看来 刚锯不到一个礼拜 要感谢这个好心的山友 好 感谢这个好心的 如果是 鱼 很 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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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2 野外教室 611.2 野外教室 今天录影就到此地